那妳覺得他們的東西真的還蠻好用的 有OK 可是沒有到年輕五歲啦 他在意的是那五歲 對 我在意的是年多五歲 因為他告訴他會年輕五歲 但細文有變少嗎 好啦 是有啦 可是我會覺得說 有點貴 其實之後我不會再去回購它 因為我會覺得 如果這個價錢的話 我其實可以買其他牌子很多罐 當然啦 對 可是請教一下蕭醫師 像這種抗老啊 緊緻除皺 到底裡面的成分是什麼呢 對 我們先來解釋一下 紅糖剛才說的 所謂的V型臉 對它最大的吸引力 我們人 比如說早上 那個水分都很容易積在臉上 那妳如果一整天的 都讓這個水分 垂在兩頰的地方 它就一直往D型裡一往下拉 最後妳本來可能 所謂的V型臉 就變成W臉 就這樣兩邊垂下來 那所以它經由 它的手法的方式的話 它比如說把妳這個淋巴E 推到我們耳朵後面 這個淋巴結之後呢 妳的臉上就不會多餘的水分 那其實它那些 按摩霜的目的在於說 裡面有的是有一些 咖啡因 它幫助妳的水分的循環 那更多的成分的部分的話 它是幫助妳在這個 按摩的過程中 不會因為拉扯 把妳的皮膚 那個膠原蛋白扯斷了 所以妳其實妳不能說 它沒有效 它確實有順效 V型臉的效果 但是妳如果要根本的 達到一個說 所謂的抗老的效果的話 還是有一些成分 就是最主要就是 保護我們的膠原蛋白 那保護我們膠原蛋白 包含一些抗氧化劑 比如說一些花青素 流心酸 那這些都是可以保護 我們的膠原蛋白不會被破壞掉 那還有一個成分就是 維他命A 它會刺激妳的膠原蛋白再度生長 那膠原蛋白不多的話 它就可以把妳的皮膚拉住 不會讓它垂下來 那還有像我們常常聽到的 所謂生態 吃的那些膠原蛋白 小生態 那都是妳製造膠原蛋白的原料 所以其實這個 抗老的保養品的話 其實順效跟所謂的 真的從基層做集的話 其實這兩個都有 它的存在的價值在 那到底看到了皺紋 有辦法把它撫平嗎 用這些保養品 不是 皺紋不是說不可逆嗎 因為生成了就生成了 其實有一些細紋的部分 像我們剛才說 維他命A 它可以刺激妳的真皮層 一些膠原蛋白再度生成 那 但有年齡的 這個 就看妳是動態了 還是 有些小細紋真的可以 有些小細紋真的可以 但是比如說 剛生成就可以 一些生的 比如說像一些什麼 法令紋或臉垂下來的話 那可能就真的要用一些 醫美的方式了 或者是它背後 有沒有什麼可怕的真相 會有嗎 如果真的是讓妳的皺紋消失 甚至說 其實 妳說 我們剛才也說的塑膠保養品 是良性的塑膠保養品 還有一些的話 比如說它裡面有加 所謂的 細菱 對 你知道所謂的細菱 細菱是洗髮精嗎 那是障眼髮 其實那也是 障眼髮 它就是一種特效化妝 就是把妳的一些細紋 填平 就補土 墻上不平的話 妳把它補一些土 所以妳剛擦完的時候 當時妳一卸完妝之後 把那些細菱洗掉之後 妳就打回原始 就沒了 像之前不是韓國有在那個 網路上好夯的一款 有沒有 像長得像粒 像頭紅膠質比較大小 然後等妳聊 很像阿嬤對不對 你說那個嘛 對 然後就很厲害 它一方面有 妳的按摩的部分 有讓妳的那個水分 就到耳朵後面去了嘛 那另外它那一根裡面 也有所謂細菱的成分 它會塞在妳的那個法令紋啦 或者是一些細紋的部分 那細紋就看起來比較不清楚 所以細菱在國外不見得是 不能加的 其實在國內它也是可以加的 國內也可以加 它是不會被吸收的 它是一種滋潤劑 不會被吸收 那會不會有一些說 引擎毛孔的也是這種東西 一樣啊 都是一樣的東西啊 之前還有一個網路上 更有名的產品 就是眼袋的產品 它那個插下去之後啊 它旁邊有個計時器 大概兩秒鐘 你的眼袋整個這裡拉提起來 怎麼可能 怎麼做 真的真的 那其實呢 其實真相就是 譬如說你擦蛋清的時候嘛 那個乾了之後是不是會 繃住了 繃 那所以你 它擦那個東西其實就是一個化學的 類似化學膠水的成分 就把你這樣往上拉 你的眼袋就不見了 那但是你當你 你拿蛋清擦就好了 但是它做得比較好 你說的蛋清就是 蛋白啊 雞蛋的蛋清 蛋白的部分 那它做得比較好 它就是你擦了之後不會 你至少笑起來 就不會裂裂 走在路上都是蛋的那個腥味 對不對 蛋沒有眼袋 那個洗完之後 眼袋馬上又跑出來 所以他們現在不是說 國外的大廠也在開發 這些這種薄層的 就是那種很薄層的 薄層的拉力 對 有 它已經做到像化妝水一樣 噴上去然後整個臉就暫時的 暫時的往上拉 對 我們不要暫時的 化妝水也可以這樣 我們要永久的 如果要永久 就要我們剛才那些成分 比如說A酸 或者是保護一些膠原蛋白的流失 或者製造膠原蛋白 或甚至你可能就要 所謂的醫美的部分 那中藥有沒有辦法呢 譬如說什麼警治啊 看座啊 對啊 我又昨天就問了 慈禧太后 他很通暴對不對 他說這個漢東保養品 最推薦就是千年靈芝 其實就靈芝 增菌類 是真的 因為 所以它有抗老 抗衰老 以及這個 是金針菇沒辦法 金針菇叫明日見了 金針菇 其實有效 對 一樣是增菌類 其實有效 對 而且它的成分一樣 被開發到化妝品裡面 對 就是 首先講的這個連多糖體 這個多糖體成分 就是讓我們的細胞活化 那有一個很有名的 B什麼B什麼的牌子 它就是用冬蟲下草 來用這個增菌類成分 在這個化妝品裡面 所有化妝品都加這個成分 所以它就可以 有很好的這種保濕 跟抗老的效果 然後還有第二個 比較有效成分 就是人參系列的 對 韓國有那種百年 不只百年 快千年的那種人參的 就是他們就是做 我就會覺得品牌很重要 這一瓶他們就是韓國 第一大人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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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國家企業 對 其實大家都說 他們出的就對了 他們出 他們本來就 只有出人參的東西 你要說那是大韓民國 不是大韓民國 因為北朝 而且也有人是第一名的 有差 我懂 我有差 然後他們就有出一系列的 保養品 然後都是萃取的 所以你真的有在用 我在用 我是 但是這個效果還真的 又浩神龍 其實我覺得 真的人參味 真的 其實我用過滿多 就是添加人參成分的保養品 其實效果都還不錯 只是看人參含量的高低 因為人參造肝 在實驗室裡面研究 對於延長細胞的壽命 他們家做人參的 對 或是增加這個 就是粒腺體鮮毛的 這個長度之類的 這種抗老化的實驗 做得非常的多 效果都還不錯 我們總是覺得說 中藥材的東西 好像比較不會有太多 化學的那種Fu 可以安心嗎 所以這種漢方的 抗作的產品 用起來會比較放心嗎 我必須說 為什麼剛才我們講了說 一般品牌 跟醫美品牌的差別在於 醫美品牌的成分通常是 科學上已經知道 它長的什麼樣子 並且它的作用機制是怎麼樣的 而一般我們的這些 比較有名的專櫃品牌 它就有些自己的秘方成分 其中就有一些來自於天然物 但最近我印象中 應該是這一兩年 其實我們的衛生福利部 有針對說 我們放在化妝品裡面的中藥 它其實有要進行一些管制 你不要覺得說 天然的一定最好 不一定 因為天然有時候複雜 然後天然物又被你濃縮之後 它就變成不是它本來的樣子 這個時候你要擔的風險 我個人覺得 我個人的意見 我覺得不一定比這些 你想像中 因為化學合成 不一定 它不一定說它化學等於不好 天然等於好 所以寧願你刺我 寧願相信一些使用已經很久 那已經是 大家都知道它是怎麼作用機制的成分 那另外那些勇敢不敢感 你就是在氣氛上 還有在感覺上 你覺得很OK 然後它也不會 通常 它也不會很刺激性 也不會很強效 但是覺得用起來還蠻舒服的這樣 來 蕭醫師 所以這個什麼抗老 緊緻 除咒這種 它有因為不同年齡 成我們在使用上有些區隔嗎 其實一般來說 我們說的老化的話 大概25歲之後 就開始逐漸往老化的方向走 但是呢 如果你能用像殷琦剛才說的 hold住的方式 所以25歲之後 我們會建議的話 可能就是使用一些抗自由基 保護你的膠原蛋白 不要被破壞掉 就像一些 像流心酸 花青素 或者是一些抗氧化的成分 那如果可能35歲之後 你的膠原蛋白 就已經開始慢慢的流失了 那你可能要用一些像A酸 或者是A醇 這一些刺激你的膠原蛋白增生 那如果你很早就開始 比如說你25歲 就開始使用 你到35歲 你還是hold住你25歲那個膚質的話 你可能就還是可以 繼續用你25歲用的方法 本錢打好了啦 對 基礎打好了 那或是中藝有什麼樣的建議 是 再推薦大家一個天門東排骨湯 好不好 因為要美白嘛 所以這個天門東 它是中藥才都買得到 它這個10克 那排骨的話就是一斤 那一斤的排骨先汆燙過後 就丟這個天門東進去 然後一起煮滾之後悶 悶10分鐘就可以吃了 連排骨汁 這麼簡單 這麼簡單 好像很好變 對 電鍋跳一下就可以吃 你在化妝的時候 然後就可以把它吃個早餐 它暖胃又暖心 而且最重要的是 天門東這個成分 因為你吃下去的話 它有比較好的抗摔藥 然後可以增加我們身體的活力 然後湯就不要太多 稍微淹過排骨 大概兩指幅的水量就好 就夠了 對 對 所以我們把每一個專家說得 相輔相成 對 但是要用對 不然你說花錢算事小 不然造成肌膚你的瘦少 就還要出門 真的 好看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